社会是由个体构成 文明构成了个体生存的基本背景 先生将从生物体进化的低层原理 给我们展示出一个什么样的超出经验意识的结论 请听本科开讲 我前面一再讲 人类文明是一个自理的文明 自然进程不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这句话当然要系统证明 我们这个课程是不行的 大家得去读我的书 那么我们又可以说 文明史是对自然史的恶性继承 我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我在第一节课中讲过 所谓农业文明它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 是因为高度分化的神经细胞 当它发展到大脑脑皮层细胞这个高度的时候 由于它的功能分化太畸变 太畸形化 它为了维持它的神经细胞过度的功能 它只好把自己最原始的代谢功能都淘汰掉 这就导致生物所有细胞以三种物质为能量代谢的来源 这就是脂肪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我在课上讲过 所谓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 我们吃的米 面粉 粮食 米 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 最终代谢物都是代葡萄糖 但是由于高级神经细胞 脑神经细胞 它已经高度分化 其他需要承载的畸形化的那些功能太多 它只好把最基础的代谢功能都淘汰一部分 因此它只能代谢葡萄糖 脂肪和蛋白质对它不构成能量来源 这使它变得极为脆弱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居然丧失再生能力 大家知道所有细胞 所有组织是有再生能力的 你的皮肤划伤 它会重新长核的 越低级的生物再生能力越强 比如水母 水溪 你把它斩成两个 它就会发育成两个水溪 你比如蜥蜴 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爬墙虎 你斩掉它的尾巴 它会再长一个尾巴 可是到人类 你砍掉它一只腿 它能再长出一只腿吗 它已经长不出来了 但它皮肤细胞至少还能皮肤愈合 可是脑神经细胞由于高度积变化和高度功能化 它把基础功能丢失 它不仅丢失了代谢的一部分功能 迫使我们只好寻找碳水化和物 才能得以生存 这就是粮食 这就是农业文明的来源 而且它居然丢失了再生能力 因此你的大脑 如果一旦发生脑医学或者脑栓塞 造成脑组织局部死亡 本来在其他组织部分 这个细胞 神经细胞会再长活的 可是神经细胞没有再生能力 只好让斑痕组织长入 因此脑细胞一旦受损 绝对无法再生地补 它说明越高级的状态越脆弱 这个现象在任何一个点地上都发生 我们再回顾第一节课 我讲 我们人类文明是什么 不是我们的选择 那么人类在文明化以前 它跟所有生物一样 取自然资料为生存资料 叫采猎 采集植物猎 取动物获得生存 所谓文明 就是自然界不再给人类提供任何生存资料 叫施乐园 那么人类文明以后 人类所采集的所有食料 所有用品都得人造 这就使得我们通过亿万年进化而来适应于自然的那个生存方式发生突变 文明是几千年一两万年以内的事情 而我前面讲过任何一个物种进化需要上百万年乃至上千万年 任何一个生理功能的形成甚至需要亿万年 比如眼睛 怎么会形成眼睛呢 这是许多人反驳进化论的一个重要根据 他说生物形成眼睛 类似于你把一大堆烂零件破烂丢在一起堆成一个垃圾堆 它自己竟然变成一架飞机了 但是如果你放在长时段上 五亿年以上的时段上看 眼睛的形成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 最初的细胞都是感光的 因为它是靠光合作用获得能量的 于是这些感光细胞最初在细胞体上是能量来源 那么最初动物需要建立视觉的时候 它只是把具有感光能力的基本细胞做成一个凹形 也就是我们的眼窝 那个视网膜的那个凹形底 因为有一个凹形面就比平面接受的光量为大 所以最初生物的眼睛只是一层感光细胞的凹形结构 而后这个结构为了聚合光线 它又形成了前面的一个水晶体 玻璃体 然后这个玻璃体前面再造就一个能够改变凹凸度的一个水晶体 然后覆盖上面调节水晶体的结状机 它是通过这样一层一层数亿年的时间才进化而来的 我们的任何生理功能都是在数百万年 数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时间 我们的某一种生理功能才跟自然界取得匹配关系 好了大家想想 我们的文明史只有短短五千年 我们突然改变了我们整个生存方式 我们并不再直接面对自然生存 我们的食物都是我们自己种植和人工选择的 自然界是没有大麦 没有高粱 没有玉米 没有小米 这些东西都是从核本棵植物 也就是那些核本棵草类 逐步通过人工选择缔造出来的 自然界没有电灯 自然界没有这样的我们长期的没有椅子 所以在自然状态下你不可能坐在椅子上 你不可能永远是坐姿 想想我们进化是千百万年的产物 而我们在短短几千年里 我们突然面对的环境是另外一个环境 而你建构你的生理功能 是按照跟自然的匹配关系建立的 我们把这个匹配关系叫适应 这是达尔文最常用的一个词 而适应过程在文明过程中丢失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表面上 包括达尔文 他观察生物是这样观察的 他发现越高级的生物 它的适应能力就越强 因此你看单细胞生物 它的智能体能都是很差的 而越高级的物种 体能和智能就越来越强 这叫适应 所以达尔文提出 最适者生存 可是我前面讲过 这种高级高能力的物种 却实际上是死灭速度最快的物种 因此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我们把表层拨开 我们把适应层面 生物直观层面的这个代常层面的东西接掉 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叫生存能力与生存效力成反比 就是越原始的物种 它的生存能力越低 但是它的生存效力越高 不是效率是效力 我们人类生存能力最高 灵长木生物生存能力最强 可是它死灭速度最开 生存效力最低 两者是一个反比关系 这跟达尔文表述 最适者生存 能力强者 叫适应能力优势化 是完全相反的格局 再者 根据我前面的讲述 我们文明化是一个快速的短暂的进程 尽管这个进程也是自然进程的产物 但是这个进程使得我们的整个生理系统 以病理畸变为基础的生理系统 面对亿万年调整的自然适应关系 立即紊乱化 我把它称为自然生理与文明生态的冲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 所有生物都是吃不饱饭的 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我在前面讲课讲过 我说马尔萨斯是一个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 拉马克和达尔文都感谢马尔萨斯 为什么 因为马尔萨斯发现了一个现象 他发现人口的增值数量是几何级数进展 而生产资料的发展 当时他认为是算数级数发展 因此他认为 人类的人口问题最终只能靠战争 激紧和瘟疫来处理 这个说法他是错的 为什么错 大家读我的《治愈之乐》上的一篇文章 但是有一个东西却是生物学上的事实 它引发生物学家包括达尔文的思考 也就是任何生物的生殖潜能 远远大于其现实生存量 什么意思 比如一只鱼白子 它可以摆上万个鱼卵 上几百万个鱼卵 绝大多数 95%以上的鱼卵 做了其他鱼的点心 大概只有1%位数的鱼卵发育成鱼 鱼群都是在不断扩大的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单细胞生物 一个单细胞 它是放在显微镜下 放大400倍你才能看见 可是如果它20分钟分裂一次 你保证它的能量资源 它在72小时 仅仅三天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地球一样大的 单细胞聚合体 可惜自然界不给它提供 这个生存资源 所以你见不到这么多的细菌 我在讲什么 任何生物 它的生殖潜能远远大于 自在的现实生存量 它的生殖潜能为什么要那么大 是因为要适应自然环境的变数 也就是它的生殖能力 必须有一个潜在的储备调动量 远大于现实生存量 这个物种才不至于快速灭绝 大家想想 所有生物的生殖能力 远大于现实生存量 要知道人类在古代的时候 妇女一辈子没有避孕技术 一辈子生十个八个孩子 是家常便饭 但能活两三个三四个就不错了 能活得顶多三分之一 那么大家想想 生物的现实生存量 增殖能力极高 如果所有的生物都要吃饱饭 它是因为外部能量资源不够 生物的现实生存量 才变得非常之低 如果所有的生物 都必须吃饱饭的话 那么它后代被淘汰的数量 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大家记住 所有生物都是在 吃不饱饭的过程中进化过来的 所以在近代文明以前 人类从来没有过 长期吃饱饭的经历 这才是正常状态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在半饥饿状态 甚至饥饿状态下 你的体能和智能 通常是最好的状态 你吃饱饭 跑不动了 甚至你坐在那儿 想看一本书 智力都会下降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生物 它必须有一组基因 生物学家有的把它叫 节俭基因 我把它叫节能基因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是吃不饱饭的情况下 偶然有一次吃饱饭 它得把这些能够 剩余的能量赶紧 绝不让它浪费 要知道即使是食物链顶层的生物 比如狮子老虎 都经常处在饥饿状态 很少有吃饱饭的机会 因此所有生物 原始生物在自然状态下 从来吃不饱饭 偶然有吃饱饭的机会 它一定有一组基因 把它调整为 把所有剩余的能量 赶紧积攒在体内 我们今天突然吃饱饭了 大家知道吃饱饭是非常可怕的 于是你今天发生一系列问题 肥胖病 富贵病 最可怕的糖尿病 要知道糖尿病的那一组基因 我在这里主要讲二型糖尿病 那么二型糖尿病的那一组基因 其实就是当年的那个节碱基因 或者节能基因 它当年维系着生物 在生存资源不足情况下的 亿万年生存 是一个最基本的有力基因 但是你今天文明化 生产能力提高 你突然吃饱饭 你天天吃饱饭 它把所有的能量不让浪费 集聚在每一个细胞之中 最后直到把每一个细胞撑死 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非常可怕 它损害它的后遗症 它的并发症损害人体所有器官 所有组织 从眼睛视力最后消退 皮肤 皮肤溃疡 肾功能消退 肝功能损害 心脏脑组织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保全 所以糖尿病是非常可怕的 它居然是那个最原始的 最基本的最有力的 节能基因的一个产物 大家知道在人类原始状态下 或者自然状态下 既然万物所有生物都吃不饱饭 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 人类从来是很少吃饱饭的 在那个时代 二型糖尿病几乎是不存在的 人类是没有这个病的 大家知道今天糖尿病比例有多高 少说百分之十几 有学者统计 现在处在糖尿病前期的人 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以上 一半人已经是了 我说什么意思 如果你从小每一顿饭吃饱 你在不到二十岁的时间里 你已经进入糖尿病前期 叫高胰岛素血症 也就是你胰岛贝塔细胞 分泌胰岛素 你一旦吃饱吃多 它于是就得分泌胰岛素 把这些糖分变成能量糖原 储存在所有的细胞中 高胰岛素血症 如果你顿顿吃饱饭 年轻的时候 二十岁前后 你已经进入高胰岛素血症 胰岛素过高 细胞末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 糖尿病随后慢慢发生 所以你只要敢顿顿孩子阶段 顿顿吃饱饭 你在不足二十岁的时候 你已经是二型糖尿病前期病人了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 如果这种状态继续进行 继续发展 人类将全部进入糖尿病时代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文明进程是自然进程的恶化表达 我在讲自然生理与文明生态的冲突 也就是你文明化的时间非常之短 而你人体的生理反应结构是面对自然产生适应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的基因突变来不及调整对文明生态的适应 由此缔造进一步使你这个最脆弱的有机体 病态化显现 自然适应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每个生物体的机体结构和功能 都必须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 缓慢变化 而人类的文明在短短五千年的时间里 就将我们的生存方式发生剧变 从这个原理上 我们的官能净化根本跟不上环境的变化 这是我们今天多种疾病出现的原因 也是人体本身面临的巨大挑战 那么医学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化解这一问题呢 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请听先生继续讲述 好 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现代医药 请问你见过哪个动物中间有医生 哪只狼变成了医生给其他狼看病 由于人类是一个极端脆弱的有机体 所以在人类文明早期 依旧发生 大家想想 任何科技发展 比如吃饱饭 它立即给你带来损害 因为你表面上看它是一件好事 实质上它违反了你原来的自然适应关系 这就是科技负面作用的一个重大体现的方式 那么所有的科技是间接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反应 比如粮食产量增高 粮食生产技术提高 它并不直接伤害我们身体 它是通过产量增高 你吃饱饭 间接损害你的身体 请想想医学是什么 是科学技术直接尖锐的施加于你的有机体 因此它给你带来的损害 更直接 更尖锐 更可力 而且大家要知道 我前面讲课一再讲 人类的文明化进程 就是社会的堕落化进程 我举个例子 人类早年是非常诚信的 他用不着耍心机 农民用不着去骗别人 因为我生产的东西我自己食用 我房子我自己盖 不我老婆支 我骗你干啥 可当人类从农业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 尽管它在结构上是一个利他结构 每一个人是通过为别人生产产品 为别人服务获得生存条件 但是他的心机复杂化了 商业运作的目的 我之所以给你提供商品 我之所以给你提供服务 是为了换取从你那儿得来的利益 那么如果我不给你提供良好的服务 也能得到利益 取巧过程会使我产生优胜效应 因此商业化的利他结构本身 却一定造成道德的全面败落 这是不用说的一个过程 我上医学院刚一进去 翻一本英语的医学故事小册子 翻开第一篇文章竟然是这样的 他讲一个医生老医生 把他的儿子送到医学院去上大学 他儿子医学院快毕业的有一次暑假 回家看见他父亲正在给一个老妇人看病 这个时候他儿子已经学医学的很成熟了 回头一看这个老妇人的病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病 几剂要下去这个病就应该根除 可是他父亲把他从一个年轻贵妇人 今天看成老妇人 这个病还没好 于是他儿子就问他父亲 说这么简单个病 用那个方法早就治好了 你怎么把他治了半辈子 他还是个病人 他父亲讲 我如果早早把他治好 你怎么能活下来 你怎么能上大学 他说明什么 医学服务商业化 我再举个例子 有学者揭露 西方 我指的是西方学者 他们发现 今天医学界的专业杂志 学术杂志 其实早已经被医药商和金融大商人控制 因为他们最有钱 他们也最有欲望控制这些杂志 因为这些杂志会对整个医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并不直接施加影响 他们是董事会 但他们有权力临选学术委员会的领头人 他们领选的学术委员会或论文评鉴委员会的领头人 是宠向于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的那些学者 也就是那些学者认为 既抱着强烈的进步论 认为越发展越先进 医学搞得越复杂 越尖锐越好 他选这样的人 作为学术委员会和论文委员会的头 然后组成临选学术委员会 于是所有医学杂志 医学科学杂志 它的论文导向是一个方向 就是不断地告诉你 用药治疗 介入治疗 复杂检查 是好的 是有利的 这个方向 凡是对这个方向进行批判的文章 根本进不了杂志 从而导致整个医学界产生误导 也就是导致所有医生 他并不想害人 他真心为你病人好 他实际上 做了一个系统性伤害处理 这就是为什么 在今天西方医学界 很多医学研究 是一些负面研究 经常进不了杂志 那些专业杂志 只好做着自己另行 出书发表的原因 我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明 自然史是一个衰变进程 人体是一个最脆弱的有机体 而文明进程 又是这个自然进程的恶性继承和继续 我们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有了这个基本观念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高度上的哲理线索 我们下面才可以讨论其他问题 自然史是个衰变的过程 人体反而是个逐渐脆弱化的机体 医学则是为了延续这一机体 将科学技术直接尖锐地作用于机体 虽然在端效上延长了个体的生命 但是与自然中与自然融洽的机体相比 恰恰衍生出更多疾病 地弱属性竟然是演化背后的基本规律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疾病 如何认识疾病产生的原因 请听先生下节课程